第3世多解枪佛办公室第35号公告 针对最近收到的一些问题 第3世多解枪佛办公室现集中简要答复如下 为了方便大家领受 在公告中略去了繁琐的提问 只给问题之简要答案 一、第3世多解枪佛以及明确说法 丧失五十颂或成为丧失五十法 这本书是修命中的人士所学的 在显宗一般都不依此书 只有少数显宗法师用它 这本书功德很大 但在始末法时期所产生的作用 是过害多余其功德的 其原因在于当今出现了很多身为 大法王、大佛佛、大法师、上师等 但本职却不具师之的人 把这本书拿来作为挟持、压榨、欺骗、控制行人的一个工具 让弟子对他们为命适从 使得许多虔诚的佛教人士受骗受害 因此不能在依丧失五十颂行持 否则悲惨不堪设想 二、对于没有参加七师时证的考试衣试 原因是大部分的失职都是自己没有把握过关 怕造成失守 才没有申请考试 只保留三师期证胜等证书 也有极其稀少的失职 与据考试过关道量 但其本人谦虚自修 而不愿公开自己的正量程度 但是这种人都有一共同特征 他们必然十分忍辱 没有派别之争 绝不以圣者自居 日常中把自己放在低位 不会夸耀自己比别的上师强 此类人具有绝对无私圣德的风范 这类上师虽然只持有三十七证圣德证书 但有可能是没有经过七师时证考试的巨格圣德 但是要特别注意 如果是相反的 此人吹嘘自己以圣德自居 灭他树己狂妄傲气 但又没有圣德证书 无论此人有多少书发行 无论此人宗教身份多大 绝对是假圣人正反复 另外闭关与考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只要正量达到考试程度 闭关或不闭关都可以申请报考 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自己要闭一下关也是应该的 就是有把握考得过 闭关也是应该的 但考试都是志愿申请的 三真正的行者或圣德上师 他的心中唯一想的就是佛弟子的成就解脱 因此他希望弟子能找到比他更高更好的上师 会大力支持弟子的学习成就 更况圣者上师对任何佛弟子只要是去医治更好的 比自己强的任何一个人 他都很高兴 相反反凡主拦弟子像高生大德或圣德求学者即是志愿不正之人 但是凡吹须自己比别的上师强 这决定性的说 此人我见禅身反复至傲 绝非圣者 除非持有七师使证圣德证书 但凡持有此证书的圣德 通常都是虚心自谦为人厚道 可是免不了门下弟子往往赞师拉人 有可能说别的上师不如他的上师 让行人依止他的上师 这类佛教徒弟子赞自己的师是对的 但不应该帮别人 除非所批评这对方是邪见妖师或骗子 凡对好人不可帮他阳记 但作为行人自己要跟谁学习 那是应该的 本无帮派之分 至于三叶相应是指佛弟子 要与佛陀或等妙诀菩萨的教界相应 而不是与其非聚圣德或大圣德的上师相应 记住要依法不依人 四 有人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啼笑皆非 竟然与此道说 佛陀说了某某某是应该这样 我的上师说了某某某是应该那样 我应该怎么选择呢 本办公室实在无法理解这种人是不是正常的人 你自己说一说 是应该依佛陀所说之法呢 还是应该依理上师之言呢 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否想过 你已经往轮回的深渊迈去了 而且是亡命跑步充去的 因为在你的心中还要把佛陀的教界 拿去和你的上师的语言做一选择 你的上师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圣者 就算他是日月轮的大圣德 在佛陀的教说法理言词面前 他的话也是废话 更何况他拿到日月轮的圣德证书了吗 修行人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怎么连这么最基本的常理都不懂呢 至于佛陀住行哪里 哪里就是佛地 这是没有话可说的 但是佛陀一旦没有住席那里的 谁因缘和无常会转化的 就如印度普林树下 一度也曾变为罗马市场 除非佛陀做了特殊加持授记 那就不同了 五 凡是高僧大德或圣德 都应该尊敬求学 如果一个修行人或身为丧师或圣德 连圣德高僧都不互相亲近 还会对普通人慈悲亲近施以利益吗 佛陀要众生建立无常心 就是为了让你们自己警觉 贪法贪行 若能为自决决他而贪法贪行 那是功德的 要记住 灵舍生命不舍法 自己必须学到佛法才能成就 只有成就才能度身 六 无论该师持什么尖教法本 都要以128条之鉴去检查一切上师和弟子 及其种行人 包括任何上师身份者 对其判断正与邪 佛弟子归依学佛时间的长短 和资格的老幼 与之鉴的正确与佛毫无关系 七 限制弟子向别的圣德或上师求法 是自私的行为 该师应该认真学好128条之鉴 你说学佛的人都在第三世多解枪佛的旗下 这太错了 真正的高僧大德或圣德 是不会控制弟子在自己的旗下的 因为凡圣者都没有自己的旗 就像第三世多解枪佛说 没有一干旗 只有佛教在宇宙中的真理 这真理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 是无量众生有权共享的 因此没有什么第三世多解枪佛的旗子的概念 好的佛教徒应该亲和一切丧师 师伯师叔师兄弟师姐妹亲人 乃至不认识的人 甚至对立的人也要主动亲和 因为他们都是佛教徒的亲人 正量得见比我们高的 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如果比我们差的 我们要度他们帮他们 凡有帮派隔阂对立众生 说明此人还没有真正误导佛陀的教法 要明白 佛菩萨绝对不会让这样一个自私邪见帮派的所谓佛教徒 混进成就解脱的世界里 因为佛菩萨们清楚看到了 一个还没有成就解脱的人就不去亲和他人 如果一旦成就善良道尽 那还得料 岂不就是抹腰了吗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学上乘的佛法 首先要经过哲学定夺 法义规定的作用就在于 防止坏人或自私帮派之人学到大法 那些对立众生的人要自问三句话 佛菩萨在哪里 是怎样在面对众生 能经过哲学的定夺法源吗 大家要记住 真正的佛教佛法是无私的 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 什么人 只要对众生好的都要去做 只要是比我高的人我都要学习 只要是比我差的我都要爱护帮助 这是一个修行人的基本德行 把佛弟子学佛修行是学佛陀的教法戒律 修自己的戒行 我不是学某个人的言行 所以没有永远固定跟哪一个丧师 不跟哪一个丧师的概念 正如第三世多解枪佛在十几年前 只是一个被认证的大法王身份时 当时并没有被认证为佛陀的时候 他就公开在法院中宣布了 只要不是邪教 凡是你们遇上高僧大德 你们都应该向他们求教学习 在现在面临《戒心经说真谛》即将出版之际 第三是多解枪佛让我们办公室的人转告大家 首先要学习诸家的波罗论道 法性真如的真理心经讲义 不要怕他们学了其他高僧大德主师们的论著 深入为主而造成看不起我 只要学到比我好的教说 我为他欢喜 只有这样今后学《戒心经说真谛》时 才能体悟到真理在哪里 怎样证悟他 第三是多解枪佛根本就没有说 你们不要看别人的 你们不要学其他的 而是鼓励大家首先就要去学古代主师和其他高僧大德的 让他们先入为主再来学习自己的说法 第三是多解枪佛说 无论什么法目的只有一个 不为自己利益众生 九 作为世间上善良的人们都会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佛教徒更应该与一切人都处之亲和 除了魔妖之外 让一切人感受到温暖和慈悲获得利益 这是我们修行人在六十之中都应该主动去做的事 哪怕就是对坏人 我们都要引导他们放下恶劣 邪行 帮他们成为好人 让其走向菩提解脱的道路 作为佛弟子之间不准亲和来往 自己去想一想 这是什么行为 这类行为又怎能修行成就呢 就是学法也是无有受用的 十 第三是多解枪佛 并没有说老法王修的佛将甘露不如解脱大手印 而是说甘露是法宗之宝 只是告诉大家不要去求甘露 要以解脱大手印两大薪水而修行是最好不过的了 是最捷径的成就之路了 无论甘露再好 赐下去就能让你当下解脱成圣 但是佛将的甘露并不是人为用谁做的 哪里都有 不是你想要求到就能求到的 首先你找不到请佛陀将甘露的那样一位巨圣 就算你找到他也不会为你修 因为他必须要依你的行持作为条件的元气 而唯有解脱大手印两大薪水和什么叫修行 才是最能让你圆满快捷成就的元气 只要解脱大手印修好了 还愁那位巨圣不主动为你修甘露吗 本公道虽然批评了一些上师和行人的行为 但是大家不要失望 其实你们谈到的这些上师在这末法时期 他们的行持比起当今西藏 青海印度尼泊等某一些巨大名头的上师们 无论从之鉴行持和正量上 都已经好的太多了 那些部分人头才是真正糟糕的不得了 有的名头非常大 世界知名 但内部寒藏的心形比普通不修行的恶劣反复还差 不但说讲话打妄语而且经教不通法义混乱 没有真正的佛法可言 唯一就是伸手要供养 因此你们提到的这些上师们已经是好的了 其中有的也是三师七正圣德正的自由者 至于出现一些问题也是难免的 要理解 他们也在学习佛陀的教法 也在修行 也在尽力帮助你们 也在不断的进步中 如果他他们做到了此公告中提到的证知证件 那他们真了不起 一定就会是日月轮大胜等了 第三是多杰强博办公室 2013年4月25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